他出生菲律宾贫民窟 原本常常连下一餐在哪都不知道 但靠着快如闪电的出拳 越居世界拳王 或许是史上最伟大的拳王之一 他每次出拳动作之敏捷 常常观众眼睛都快跟不上 更何况是他的对手 我这位目光如鹰的拳王 在征战数十年 拿过横跨八个不同量级的拳王头衔之后 决定在自己42岁时正式隐退 政经800宣布退休 连造型都可以改变 因为原来就以具有菲律宾参议员身份的他 已经正式宣布要参选明年的 菲律宾总统大选 其实帕奎奥也是菲律宾执政党主席 过去杜特地总统原本力挺他接棒 但如今两人关系已经生变 杜特地改变心意 要把女儿拱上大位 而拳王转换战场 接下来的这一仗同样也是万众瞩目 东西文国际中心综合报导